香港示威迈入第17个星期 暴力的示威行为不断变本加厉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早在8月份的时候 就声称当时候香港已经开始出现了恐怖主义的苗头 而来到上个星期中国国庆期间 中国官媒也指责黑衣人暴徒是香港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 那就像港府颁布了禁盟面法之后 也没有办法制止暴徒持续升级的暴力行为 除了破坏香港社会的日常运作 截至目前暴力也已经导致104人受伤 入院治疗 中国十一国庆以来 香港时局突然急转直下 示威者大幅度提升暴力行为 无论是瘫痪地铁站 破坏轻中商家 殴打印线不同的人士 甚至是丢汽油弹来攻击警察都赶赶来 有评论就指出 已经是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了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不只是一次谴责暴徒的过分行为 但她有始至终在用此上都有所保留 我呼吁大家支持特区政府 依法制暴 一起谴责暴力 以坚定的意志 为了支持暴力示威持续升级 特首林郑月娥在上个星期颁布了《禁盟面法》之后 截至昨天 警方已经在这项禁令下提供了16人 那刚才我们听到特首林郑月娥谴责示威的暴力行为 用最激烈的用词呢 也只是以暴徒去称呼这些暴力示威者 而不是恐怖分子 南华早报一篇引述几位香港官员的消息来源指出 其实暴徒们近期的行为呢 完全符合了联合国对恐怖主义行为所定下的标准 例如危害警员性命 瘫痪飞机航班以及地铁站 或者破坏他人的商店和产业等等 那这些暴力行为早已经符合联合国制定的恐怖主义行为的定义 那为什么林郑月娥还是语代保留 不干脆称呼这些暴徒为恐怖分子呢 那这些官员向南华早报指出 这么做呢恐怕只为节外生枝 导致雪崩式的后果 因为啊这就变相承认说 香港就是孕育恐怖主义的温床 那这将会破坏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形象 加剧民众的恐慌 在中美贸易战白热化的这段时期 恐怕还会引来国际社会的制裁 那外资恐怕会撤资 甚至会导致香港的国际信贷评级下降 直接重重打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而香港护照那原本是可以免签证 前往167个国家的 如果被国际制裁 那最后只会剩下20个国家可以允许免签证入境 这些官员就表示 现今的当务之急呢 是要重新恢复香港的和平秩序 如果标签示威者为恐怖主义 这恐怕呢会引发更多更加暴力的行动 再加上将示威者的定义改称为恐怖分子 还要通过法律手续才能够生效 随着禁蒙面法的法令颁布之后呢 那香港警员其实早就已经跨部门合作 紧盯香港示威的事态发展 并且加大力度严厉执法 目前呢已经有2119位示威者被逮捕 其中已经有406人被提控上庭 那因此香港官员就认为 现阶段的执法已经非常足够 只称示威者为恐怖分子的这个成效呢 并不大 恐怕呢还会弄巧反抄 南华早报的报导就说 这是为什么港府到现在为止 还不愿意宣称暴力示威者为恐怖分子的原因 谢谢